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基隆 让我们的基隆变得更好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仁爱区市议员郑文婷 郑一作 小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文婷一作好 第二位是我们信义区市议员陈怡 小军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怡 陈怡好 第三位是我们中正区市议员我们的陈美玲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美玲 美玲一作好 一开始要先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桥梁改建的意外惊喜是什么呢 因为这毕竟是长久以来基隆人生活的一个记忆 透过这个开挖然后铺上这个玻璃的路面之后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过去基隆人生活的一个轨迹 那也可以在观光的方面带动一些观光客来到这边 看到原来以前的这个开挖定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致 应该50年以上了 50年以上了 很兴奋很兴奋 就是经过的时候其实很多民众都有发现 那大家就是有发现 但是没有想要有点作为 那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带齐大家去认识这个东西 因为伯侃他其实不稀奇 但是因为在这里显得稀奇 因为这里是卡马町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卡马町的这一侧 它以前水岸的照片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以前这边是有楼阶梯 有阶梯的地方 那以前的河 其实在从小的时候 家长都会说以前会有船可以进来 那也是后来从第三张照片的时候 才可以是看得出来 这以前真的是有河 我们不会去做相关的设施的破坏 那原本在哪边的博坎 他还是会在那边 那我们新做的桥梁中二中山桥的部分 会在我们博坎后方新设桥台基础 那那是未来的我们桥梁设施的结构 我们是希望说在保存文化历史的同时 也要兼顾到民生上的需求 工程上有一个工程的检修口 是不是可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讨论 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尊重公司的一个 原来的一个意见跟看法 那我们文化局会来协助 来参与这样的讨论 希望能够在空期能够如期下 我们能够照顾到其他的人文跟历史 真的也就是要照顾到人文跟历史 让我们环境与市区永荣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文婷一座 是我想这一次因为中二中山桥的这个改建 让我们的这个旭川河上的这个石佛坎 能够重见天日 那大家也才能够比较清楚地知道 卡玛丁是怎么一回事 我想如果50年代之后出生的这个基隆人来说的话 他们可能对卡玛丁只有文字上的一个理解 他没有一个感情上的一个认识 但是透过这一个开启的这一个 大家对石佛坎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后 其实大家终于可以知道说 原来我们在文字上读到的 以前旭川河是船舶可以开进来 那大家再把鱼货搬上卡玛丁 然后在卡玛丁那边卖鱼 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的一个模式 那看到这一个石佛坎 大家就能够比较清楚知道说 当时50年前60年前 甚至更早以前 基隆旭川河两岸这边 他们是怎么样的在生活 还有就是说卡玛丁当时是一个鱼货的一个市场 当然现在还是 只是以前是从这个旭川河 把鱼货运到这个陆地上来买 那现在可能就是货车再过来 那是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模式 那透过这样的一段 这个历史的一个回顾 大家就可以更清楚知道 在几十年前 基隆人士怎么样靠着这个旭川河在生活 那为什么说50年代 在出生之后的比较 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忆 就是因为后来我们在旭川河上 盖了三栋建筑物 那把这个旭川河盖起来 所以大家对旭川河 甚至卡玛丁就只能用想象的 甚至透过长者的这种口耳相传 去知道说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那透过一些老照片来做一些回顾 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只知道 那个出来的水好臭 为什么会这么臭 为什么基隆港这么臭 其实就是在那里 不过要解决那个问题 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水岸景观 那就是基隆市区很大的一个亮点了 是我想旭川河在过去是 大家到了基隆港会觉得说 这个地方为什么臭臭的 就是有所谓的海港位 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三栋建筑物 它们没有所谓的卫生下水道 所以它们的家户的废水 是直接排入旭川河 那从林佑昌市长上任以后 就一直努力的在解决这一个问题 因此透过这个前瞻基础建设的 这一个计划 我们也有水环境改善 所以做了一些所谓的截流管 把家户的这一些排放的废水 透过截流的方式把它直接引到 下水道的这一个系统去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旭川河 其实是比较干净 而且不会有臭味 那整个也让人家感觉说 旭川河变得比较干净 然后也比较美观 对 那一样嘛 让民众觉得会很有感的 其实还有就是我们的 住家附近的交通问题 要带大家来看看 基隆市新义区 我们的教中节这里 他们很多民众都有这样 被偷拍的经验是什么呢 你快来看看 民众从社区门口出来 想要往中正区方向走 想要节省时间 就要像这样违规跨越双黄线 我说不可能 乖乖落到那边再落回来 刚好是右手边有一个停车场 那停车场 那当然它收拾要进去的话 从这些直向进去的话是方便 是可以折转的 但你那边出口的时候要右转的话 直接要跨越双黄线就有个问题了 这里是新义区 较小街23号 港都传奇社区外的道路 仔细看笔子的道路 被划设双黄线 但民众要返家 若依照标线走就要绕一圈 不然就要像这样穿越双黄线 市议员陈宜邀请了交通处等单位会刊 研绎在适当地点设置缺口 那现在就是说 那能不能把这个双黄线去点黄 那就是由我们的市政府交通处来去评估 整条线就是孝贤里到孝中里 大概三四百公尺的部分 到场配刊的交通处人员说 先要厘清 校校街32号这一段道路 是属于桥梁还是路面 再进行后续评估 划设缺口的可行性 真的耶 你就从你们家骑出去 然后都被偷拍 当然心情很不好 我们要赶快请教我们的陈一陈一座 在人本交通这一件事情 他做了很多的努力 是的 原先在孝贤里 我们的教校街23号 也就是我们信义区美的世界 港督传奇那里 有自己社区的停车场 他们其实住户都已经早已习惯 跨越双黄线 就是因为是停车场的出入口 都已经很习惯跨越双黄线这件事情 那因为近期呢 就是有招有心人士去检举 导致就是那些住户就受不了 后来就是跟陈一这边做澄清 然后后来那时候就是 当时就是办了一个会刊 后来才知道那边其实也在厘清 那里是桥梁还是一个就是马路 因为如果是桥梁的话 他没办法去点黄线这件事情 所以就现在也是在 交通处也是在厘清 是桥梁吗 还是他那里是马路 那当然那条线是非常长的 一直到我们的校中里 然后我们的森美街 森美国小那边的家长也是 要送小朋友去森美国小读书 也是会跨越双黄线 所以基本上那边的住户 或者是接小朋友上下课的爸爸妈妈 都已经习惯跨越双黄线 其实这已经应该是好久好久的事情 只是最近都是有招有心人士去检举 所以导致就是附近的居民都会受不了 所以现在就是希望交通处赶快 就是厘清这个道路的全责 是 所以真的就是可以看到陈一一中 他真的很努力在做这一件事情 人本交通除了这要重视以人为主之外 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有一条连外道路 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新丰街303巷的连外道路计划案 这一条道路到底可以加回哪些民众 那目前的情况又怎样呢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吕美玲一座 是 新丰街连外道路 303巷的连外道路实际上在很早之前 民国98年就已经开始 98年99年那时候已经定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定案是 62快速道路没有 还没有62快速道路 同时深化坑扎道也没有 到后来呢 在民国 應該是 但是我可以想想想看 在10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发现 这条新丰街303巷连外道路 大家刚开始的时候以为说 是直接从新丰街303巷 直接就到了调和街 它没有经过海中天 它没有经过海中天 可是后来才发现 不对 这一条道路 其实它是要由海中天开始 而且呢 经过海中天的社区 经过其他的社区 甚至会征收到海中天部分的 民房的土地 所以因此呢 海中天的居民 还有包括信义区的居民 就起来 曾经抗议 他们觉得这样子会影响到 他们的生活品质 而且认为说 既然已经有六二快速道路 深奥坑扎道也已经有了 就不需要 所以因此呢 金融市政府就经过检讨以后 他们就认为 的确是不需要 可是问题 来到这边 新丰街的居民还是觉得 他们的道路还是不够用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即使有六二快速道路 从条河街去接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从深奥坑路去接六二快速道路 但是信丰街这一条路 它还是不够的 也就是说 它路幅是不够的 它总共是两线道 所谓的两线道是去一线 回来又是一线 所以它路幅还是不够 所以上下班 尖峰时间的时候 它还是会塞车 而且非常非常的严重 因此呢 三临三项连外 信丰街三临三项连外道路 是不是有必要再去检讨 要去开设 但是如果 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 如果要去检讨开设的话 拜托是 我们就直接从三临三项连 直接跨越到调和街 你不要再往后拉 拉到影响到海中天社区 还有沿线社区居民的这个土地 我是觉得是不需要 如果你能够直通那就好了 那不知道 当然就是还有一些地形地物结构的问题 所以我是在这边还是希望说 市政府如果可行的话 新丰街三临三项的连外道路 是不是可以再一次的去做评估 而且它的设计能够做一下变更 也就是它不要再延伸 因为你深澳坑路也就是爱买那边的话 实际上它已经有一个深澳坑渣道 它不需要再利用海中天社区的土地了 那它应该是直接 新丰街三临三项连 直接通道调和街就可以了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我是希望市政府是有必要再来做检讨的 是 关于那边新丰街的道路 我真的觉得住的人超多 不过它的路真的好小条 对 它路幅实在太狭隘了 像这个地小人酬的情况 其实也出现在我们的市区也是 那就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我们的都根问题 因为根据塑料显示 我们的根据这个数据显示 这个新北市 台北市 他们的这几年的都根案件已经破签了 但是基隆这八年来是不是不到时间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文体一座 基隆市都根到底碰到了哪些困境 基隆的都根其实从过去八年 我们在议会看到的这个资料显示 其实八年加起来应该还不到时间 那当然都根本身有它的困难度 就是说包括你的权力变换 这个是最困扰这些参与都根的参与者 他们的一个课题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主要是在于基隆的房价 不足以支撑这个都根 怎么说 如果以这两年疫情期间 这个房价的房屋建造的成本来看的话 其实已经涨到每平大概16万左右 那如果你一个都根案 你要能够成的话 你至少必须是建筑成本的三倍 你的房价必须是建筑成本的三倍 也就是说原来的地主他拿一份 建商也要拿一份 然后最后就是他本来的建筑成本 一定要有这样三倍 就房价必须是成本的三倍 这样子才有可能达成一个都根的一个目标 那如果说我们以每平16万来看的话 基隆的 对16万的成本的话 那三倍的话就是48万 我们基隆市的房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 有一平48万这样的一个房价 但在中正区海景第一排这边 听说当初在推这个预售屋的时候 曾经有 那但是如果说以其他的这一个地区的话 它没有那样的海景第一排 它的房价也没有到四十几万 所以房价不足以支撑一个都根案的话 那你都根你要做全力变换 对于这一个原来的屋主来讲 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困难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最实际的一个房价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房价不足以支撑都根 你刚刚说到这一平十六万 那你的房价就必须要能够达到48万 甚至更高的一个房价 这样子才能够足以支撑一个都根的案子 否则的话原来的这个屋主它没有办法分回它原来的那样的一个价值的房屋回来 所以这样子要去推动都根会有很大的一个阻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其实就是在于说 基隆市实施都市计划比较晚一点 所以在很多建筑管制措施上也比较晚 所以我们在市区里面看到很多房子 当初在新建的时候 并没有所谓的建幣率、容积率等等的一个管制措施 也就是说它100平的土地它其实就是盖满盖好 盖到100平为止 但是现在新的建筑法规其实都有所谓的建幣率、容积率的一个管制 所以100平的土地其实它大概就只能 建幣率大概60个person或者是70person 所以它只能盖60平或70平 然后拉高它的这个容积率可能是300 或者是320这样子 往上盖的概念 对 所以会变成它可以盖 原本100平如果有五层楼就有500平 可是你现在管制措施下去以后 100平剩下60平 然后你再乘以3.2的话 那也才200平左右 所以其实跟原本它的建筑的面积是差距还蛮大的 那当然用新房子去 新房子把旧的房子换成新房子 那本来价值上就会有差啦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说 这样的一个管制措施对民众而言 其实它会有很大的一个困难 他们会觉得说那我本来有30平的房子 我现在分回来可能只能分到十几平的房子 虽然它是新房子 可是它可能就不够住 它会不够他们居住 那再来就是说还需要一个停车位 大部分现在大家通常家里会有一台车的情况也蛮普遍的 所以大家会希望说那我盖好的这个房子 必须要有一个车位让我可以去停放我的车辆 那这种状况的话 就会更让这一个整个的一个都更的一个推动 会有一些困难跟阻碍 所以在基尤你要推都更很难谈非常困难 那如果大家的观念没有去做一些调整的话 其实一个都更案谈个十年都还蛮正常的 对甚至还看不到这个隧道的曙光 我想这是会有很大的一个 那仁爱区其实就是基隆的一个淡黄区 如果在淡黄区都没有办法去很顺利的推动杜根的话 我相信在其他各区会更行困难 对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要来冲长基要好好来想 那另外要带大家来看的是这一次成果 我们的镇兵展区跟沙湾展区 获得很好的回响 但是这个过后是有民众就在分享 真的是昙花一现吗 是放烟火吗 究竟情况后续发展又是怎样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美玲易作 是的 陈柏卫会完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所谓的大沙湾历史园区进驻的人 或者是后来再来看的人 大概没有那么多了 那就是因为它相关的设施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做好 我们先从大沙湾历史园区 在这一块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是公车 原来的公车处 那原来的公车处这一个本来是要做服务的核心 要展现出大沙湾历史园区整个的 从过去到现在跟未来 但是因为它没有做好 也就是在陈柏卫之前它完全都没有 现在还在盖 可是我们就在想 你现在都没有盖好 那未来的市长有办法像林市长一样 像中央争取这么多的经费吗 我们争取了非常好几亿的经费在大沙湾历史园区 如果说这几年下来的话 大概已经上10亿以上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说实在的这个服务的核心是没有 还没有做好 那不仅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像说李宅 还有过去的这个教卫的宿舍 就是现在陈柏的地方 其实它旁边的民宅 应该要一并来做一个调整或者是拉批 那会让这个景观是一致化的 可惜它就没有 就像我们现在彩色屋 当初在做这个正兵 应该那个时候叫做 这个怀旧码头的时候 它彩色屋是一并来做拉批的 做拉批跟彩绘的 所以那个现在才会变成所谓的彩色屋 变成一个打凯的景点 但是在大沙湾历史园区的这一块呢 它没有 所以你现在去看 这边正在盖 旧的这个公车树正在新建当中 正在改建当中 那这一块呢 又是我们陈柏的展示区 那这一块的民宅 它就是 就是很 画面很不协调啦 所以你只要每次经过的时候 都会觉得那画面不协调 但是现在的经费预算 都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我们真的很担心 未来有没有办法 再找到 就是说再向中央 争取到合适的预算 然后呢 来做维护 这只是在大沙湾历史园区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 正兵 正兵救育会大楼 正兵救育会大楼 现在弄得美美的 我觉得是很棒的 因为那一栋建筑域保留下来的时候 是我当初一直在坚持的 可是现在只可惜说 现在在陈柏会以后呢 那个东西到目前都没有留下来 那现在也都进不去啊 所以当地的居民也觉得说 太可惜了 其实它不错 如果你在陈柏会完了以后 你继续留下来保留下来 那当地的居民或者是说 想要再来看的居民的外縣市等 可以的话 那那个地方其实它自然而然 就会有更多的观光客涌进来 可是没有就关起来了 那你说你要招商 可是到现在也没有招商啊 所以真的让我们觉得 就是像放烟火 那像说这个救育会大楼 它晚上会有灯光 其实是很美的 可是未来 如果你没有适合的经费 是不是也是一样 变成一个废弃物 如果你没有招商 你来不及招商 你上走了以后 来不及招商 或者说即使招商 你又要做另外的变更 我是觉得啦 像这个时期 好像它像个气婴一样 很漂亮的孩子 可是它被遗弃在地上 因为大家都不理它了 从陈伯会结束到现在 没有人再管救育会大楼了 我觉得蛮可惜的 而且我也很害怕 未来如果没有人能够像 那个林四祥跟中央 这么好 而且中央还愿意支持 能够争取到这么多的经费 来继续维护管理的话 那这一个 未来也又再度再回到废墟 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点 还有点就是 它把旧的正兵派出所 给它移到了旧的中正区的卫生所 那派出所移到那边 实际上是很不适当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派出所 适合派出所的地方 包括第一个它停车不方便 第二个因为它太窄了 然后面又太宽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歹徒 要进去攻打派出所 很快的一辆车 那个 就一辆车就进去了 那派出所大概就沦陷了 包括它的弹药库 刚好在这个柜台的后面 真的 我 对啊 我只要去两三次 我就可以把里面都摸清楚了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 我不知道当初 为什么做这样的改变 然后那个地方变成游客中心 现在弄得外表是真的很漂亮 只可惜现在还没有用 也就是在陈伯会的时候 也没有使用 所以我感觉陈伯会是一个 我们虽然计划了很久 我们有大概一两年的时间 来准备 但是到后来可能是因为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可以给他一个借口说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但是真的太仓促了 你的旅客中心也都没有启用 至少有两个 一个到目前还在盖 另外一个 陈伯会的时候还没有完成 好 好 那现在这些等到他盖完 好 或者说你要 我不知道会不会启用 这些都已经做好了 未来呢 当林市长走了以后 不要说未来 现在就 就没有 没有在管了 我觉得就两个漂亮的孩子 就被遗弃在那边 旅客中心也是一样 包括旧的 所以在这里 我是觉得 陈伯会真的是 在我个人认为 你十天的龙井 你十天得到的掌声跟喝彩 可是十天完了以后 我们一年有365天 355天呢 基隆人是很可悲的 而且在地的居民也觉得 好像一个很漂亮的灯光 掉在茅草屋里面 合适吗 不合适 然后如果这个美丽的灯光 好 它灯泡坏掉了 你拿什么去维修呢 也是没有 所以真的是有点像 昙花一现而已 而且给地方带来更大的困扰 为什么 因为游客中心 如果你再没有赶快进驻 使用的话 未来 你想想看 流浪汉 这些会不会进驻 或者是吸毒品的 会不会进驻 因为那边有厕所 那边可以住 所以我们也很害怕 就像以前 就一会大楼 还没有被诊治的时候 也是啊 经常就流浪汉 住在那边 经常 甚至有一次还起火锅 对啊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很担心的 你做了非常多的空间 这些空间 如果你没有好好去运用呢 未来就是自然的死角 所以在这边就是说 我期待哦 我们的那个林市长 在卸任之前 一定要好好的 把这些地方 给他弄好 然后再交给下一任 这才是负责任的 是 除了这之外 要带大家来看 要深入民众 让民众很有感的 其实还有就是 我们的产业要活化 我们要请教文婷一座 我想产业是一个 城市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命脉 尤其像基隆是一个 海港的一个城市 我们有很多的渔货 那这些渔货 我们除了说 趁新鲜 现捞的渔货 这样子来卖之外 我们能不能发展出 一整条的一个产业链 也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发展一些加工品 渔货的加工品 还有就是生技的 科学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导入 像我们知道有一些 这些厂商 他们是可以透过 这个生技的一个技术 把鱼鳞提炼出胶原蛋白 然后做化妆品 做面膜 做很多种东西来贩售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命脉 那有了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可以让很多 年轻人留在基隆工作 这是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观念 它可以吸引很多人回乡来工作 同时创造许多的这个就业机会 那这样的一个产业 其实它是可以落地生根 在这个地方长治久安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 对于一个国际的海港城市来讲 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产业 能够被带动的话 我相信刚刚提到的 基隆的房价也会跟着提升 跟着提升的话 其实你要谈都根就更容易 其实我们夹在双北之间 双北的这个都根可以那么多建 其实主要是它的房价足以支撑 所以就建商有利可图 那这个实施者 就是这个原来的屋主 它们又可以分配到合理的一个房屋的一个坪数 那对它们来讲 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基隆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硬体设施上 其实都已经到位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发展的基隆2.0的话 其实就是产业的部分 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一个余货的这一些 透过科技的一个方式 就是来保存这些新鲜的渔货 来创造新的这一个加工品 或者是新的生技的产品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地形上的这一个优势 我们有一个天然港 那怎么样利用这样的一个秘里环境 我们来发展观光 其实我们看到意大利的威尼斯 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加年华卉 那他们其实在这些小岛之间的移动 是透过水上计程车的方式来移动 那我想市政府在早几年的时候 其实有想要规划在渔港 在这个正名渔港这边推 所谓的这个水上计程车 那如果水上计程车真的能够成型的话 其实相信会带来非常多的观光的一个效益 尤其我们还有一个基隆 那威尼斯的这个小岛 它可以举办加年华 我们基隆的基隆 然后赚这个观光材 那当这两类的这一个产业 能够形成聚落的话 我想对整个基隆的一个发展 还有就是青年返乡工作 这样的一件事情 也才能够真正的具体落实 对真的就是要把产业在地化之后 重新打造基隆 这就是基隆的2.0 未来要发展的部分了 那回过头来 我们要再来看看 我们的公务机关的那个硬体设备 其实有些已经很老旧了 有哪些呢 那议员们又做了哪些事呢 一块看看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校长人员寝 其实应该外面的人都没有看过 我们同仁内部里面 他们生活的空间 因为其实他们在校长队工作 上班他们是属于24小时 待命扶勤的一个勤务 基隆市更特别 他们是坐两天修一天 所以几乎有48小时都要待在这边 基隆市消防局寝室首度 在媒体前曝光 特别的是这几组特制的床主最吸睛 他的楼梯是属于比较宽敞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置物的空间 他这边都有里面可以放自己的东西 然后在出勤的时候呢 危险性也降低很多 那再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 其他置物空间包含的衣柜 包含了他的书桌 整个台面 然后他的一个色调也好 我们比较想要营造的是 同仁在这边是一种家的感觉 在疫情期间 其实消防同仁都相当辛苦 他们必须得在他们的本局 就是待命24小时 甚至超过24小时 所以就想说跟同志委议员 一起来协助消防同仁们 让他们的睡眠品质好一点 旧的那个环境感觉 比较就是传统制式 然后空间也比较狭隘 也不好配置床书桌跟这个书柜等等 那我想现在重新的配置 可以让空间提升 然后也让消防队员可以更舒适 但是我们也会努力的来 争取相关的经费 可以看到公务单位要来争取 要来更新 其实义座他们也都很关心 而且做了很多努力 我们要请教陈义座 不止这个消防局的情势吧 还有其他的对吧 对 我想说在座的两位义座 不管是吕义座或者是正义座 在警销这方面 一定都是很大力的支持跟协助 我在当一般人的时候 其实也很少进去所谓的派出所 或者是消防局 因为就感觉说 那是一个私人的领域 从来都是没有进去过 后来当了民意代表 才有机会进入到消防局 或者是才会想要进去派出所 去泡茶聊天 那我们一进去的时候 就会感觉说 因为从来没有进去过的地方 然后去看他们的寝室也好 看他们的重量室也好 或者是他们的泡茶桌 就是他们可能要跟民众去 民众来洽工来找他们 来谈事情的时候 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设备 并不是我们想像中的这么正常 比如说他们的一个桌子 或者是他们的椅子 都已经弄了好久好久好几年的 这样都从来没换过 就是没有预算 不然就是没有编列到 就是更新的状况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就是有听到消防同仁 他们的床位不够 然后他们是拿那个瑜伽店 到他们的重量室去睡觉 因为毕竟就很可怜 真的是很可怜 真的是有消防同仁 就是跟我这边 就做澄情 对就是说他们的 其实他们在疫情的期间 他们几乎都是没有回家的 还有一些消防同仁是外縣市来的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把他们的分队 或者是分局当做自己家 那自己家的那个睡眠的品质的环境 又并不是这么好 就是没有自己的私人的空间 然后他们必须得就是 跟大家过着团体的生活 那又要拿着瑜伽店去重量室 睡觉这件事情 就觉得说怎么会这么悲惨 然后所以就是说帮他们争取 让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空间 有自己的书桌 有自己的床 让他们可以在待命中 就是有比较好的睡眠品质 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法院候车亭也是吗 法院候车亭 我就是尽量争取说 在不管是长辈或者是学生 他们在等公车的时段 不会被风吹日晒雨淋 因为现在法院的候车亭 他们是有法院的一个公布欄 一个小小的那个雨泽 那法院其实是大站 包括2088有到台北 那个是一个很大站 那却是一个只能占五个人的 一个候车亭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在今年的时候 就争取到一个 就是一个开放式的 像是循环站这么大的 就是这种开放式空间的候车亭 让这些等候公车的 或者是到台北的这些快捷公车 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等待的环境 是不只照顾这些公务单位 也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看 我们的医疗人员 关怀医疗人员 我们的艺座其实也做了很多事 一块来看看美玲艺座 他们捐了口罩 还有一些医疗物资 医护人员的负担非常的沉重 然后也需要非常多的防疫物资 一箱一箱的防疫物资 送到三种金融分院办公室 全都要捐给医护人员 在这个疫情期间 其实医护人员和民众 还有议员和姐妹们都很辛苦 我觉得我们医护人员 有你们的支持跟赞助的话 我们能够发挥最大的幸福 虽然北部的疫情降温 但医院的快筛口罩需求量大 金融市议员员呂美玲 结合了民间友人和港督姐妹协会 共同集资 购买了800G的快筛 和900个N95口罩 希望能够发挥及时雨 因为有民间友人 他们有赞助一批快筛剂 还有我们港督姐妹会 也筹资来买N95的口罩 非常感谢这些爱心人士 让我们能代表来做坚证的动作 希望对我们现在 目前医务非常繁重的医护人员 能够有一些帮助 我们也希望他们都能够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就是关怀我们的医护 再度看到社会的美好 我們趕快來請教我們的美齡座 是的 我們知道說在疫情情間 除了我們的公務單位以外 其實最辛苦的就是醫護人員 但是如果這些防疫物資不夠的話 醫護人員其實會更辛苦 因此我們就是籌措了一些防疫物資 包括快篩劑還有包括N95的口罩 尤其是N95的口罩 在對於三種基礎運區來講 他們只要到每一個病房 他們一定要換 否則的話對自己或者是對病人 都是具有危險性的 因此N95口罩是他們最需要的 因此我們就籌措了一些款項 然後募了900個N95的口罩 同時我們也非常感謝民間友人 捐贈了800劑的快篩劑 我們也一併的捐助進去 那希望能夠帶給他們一點點的幫助 除了這個以外後來我們又 因為口水的這個快篩劑有了 那他們也經常會有小朋友 那如果說用大人的這種搓鼻孔的 那個快篩劑的話 小孩子是不適應的 他們都說那個殺豬 對 所以因此我們也籌措了這個100支的口水的這個快篩劑 也一併送給那個三種 後來我們是事後再送的 那這些我們都是希望能夠讓醫院的防疫物資能夠更多 然後讓這個病患能夠更好 獲得更好的待遇這樣 同時在這邊我也要趁這個機會來呼籲大家 如果大家還願意的話 我希望大家能夠購買N95的口罩 來捐給這個三種基隆院區 因為他們真的非常非常的需要 因為當初我們捐贈的時候 他們有跟我們講過 他們一天大概需要100多個 所以我們真的我們送的這個900個真的是車水悲心 不足以 大概這個一個多禮拜就差不多用完了 所以因此我們也是期待 有更多的我們的社會人士 如果或者是企業 如果你們還有這個餘力的話 是不是大家一起來幫助我們這個醫療院所 然後讓更多的基隆人能夠獲得更好的這個醫療資源 真的耶 就是大家一起來投入公益 把這個愛心無遠佛界的散出去 像陳怡義說他其實一直來都有在關懷弱勢 要跟大家分享嗎 從疫情開始 然後到現在疫情已經到後端了 你都做了哪些 其實我就是打造一個 就是我最關心富幼跟弱勢 還有體育最快 那弱勢這一塊就是在我 到現在都還運氣還滿好 都還沒有確診 都一直還有送這個關懷包 到現在有確診者的家中 他沒辦法出來買東西 然後就會幫他們送 那也是送 從4月一直送到現在7月 之前中間的時候有被感染到 就是脖子這一塊 就長得莫名的那個水泡 就在送物資的過程中 就長得莫名的水泡 好險不是猴豆 也不曉得 那現在就是說只要我就是有能力 然後你 只要我有能力 然後你是確診者 然後你跟我聯繫 我就會幫你送食物 或者是一些讓你在家裡 備的泡麵 米 醬油等等的 送到你們家 那當然我新醫區這一塊的那個老人 就是獨居老人 我也是會一直在持續的關懷著 那如果你需要你就聯繫我 是 陳毅中大剛剛有說 大家除了這個關懷弱勢之外 在體育的部分他也做了很多 我們一塊來看看 他哥哥陳迪我們的國手 籌辦了第三屆的 基隆盃網球賽 選手在球場上一來一網 戰況超激烈 安樂區市立網球場上 第三屆的基隆盃網球聯誼賽 上週日開打 吸引了180人報名參賽 創下歷年來報名人數最多一次 老中青三代選手參加 發起人是陳迪 從選手身份退役之後 就在家鄉基隆耕育基層 培育網球幼苗 也協助推廣網球風氣 基隆是以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做社區聯誼賽 讓網球可以普及讓更多人去參加 以及在基層上的教育 那我們也有請教練們 在很小的年紀五歲六歲七歲的幼兒 所以我們試著在這樣子的一個培育之下 以後基隆的網球只日可待 這次的比賽總共有12隊 然後其實現場的球友們超過180人 那這個活動其實是非常非常踴躍 那甚至以前網壇的傳奇 雙龍也來到基隆 所以這也是現在基隆有史以來 最熱鬧最有這麼多的貴賓 在一起的一個活動 透過比賽舉辦 讓許多長青組選手 有一個展現的身手舞台 擔任金融市議員的妹妹 陳怡也大力的協助 今年第一次下茶 因為去年打全運會之後呢 就停掉了 基隆被我每一年都參加 而且越辦越盛大 越辦實力越高 我來主要是兩個目的 第一個替陳迪在基隆推廣網運 加油打氣 基隆在陳迪跟陳怡的推廣之下 網球風氣越來越盛 尤其是小孩子學網球這一塊 蓬勃發展 第二個 陳怡是個好議員 他在議員任內替網球 這個爭取很多福利跟經費 基隆杯只是一個友宜賽 聯宜賽 但如果你來看 今年的基隆杯盛況空前 其中基隆本地隊 大概一半大家歡樂 另外一半也絕對想不到 來了十幾個 曾經打過國手的高手 甲族的球員也來一大堆 基隆全運會的代表隊也都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高水準的比賽 也證明了基隆的網運 在全國越來越蓬勃發展 越來越占有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 基隆網球加油 陳迪陳怡加油 真的很厲害 可以看到吸引了非常多外縣市的民眾 專程來參加這一場 說不定又造成了利益破關 光燈場 我們要趕快請教我們的陳怡怡說 對 在我們基隆杯網球賽 是在我們的安樂區的安樂網球場 那邊比賽 就一天而已 就是有帶來了180位的球友 來基隆參加 那因為場地好嘛 然後你不用特別的邀請 他們就主動來報名來參賽 然後加上現在有很多的社團 比如說東信國小 深美國小 深澳國小都有網球的社團 人家以前會想說 網球是一個很高貴的運動 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現在各個學校幾乎都有網球社團 然後也是歡迎各位家長 帶著小朋友來學一技職場 來讓自己的小朋友 有一個好的身體 健康的身體 對 除了我們這個網球運動場之外 其實我們基隆還有極限運動場 你知道嗎 不過最近的這個極限運動場 造成了不少民眾的困擾 到底是什麼呢 一塊來看看 從下午開始一直溜 溜到晚上一二點 你們一座可以去一分局問110 一年為了這個地方 我們報案報了幾次 220次 警察來了 他們也不管就坐在那邊 警察走了他們又開始 叮叮蹦蹦 你們要跳 我們要休息 對不對 一座你如果那麼多經費 你為什麼不資助在基層建設 你來弄這個幹什麼 我們是常常接到1999 跟這邊住屋的反應 因為滑板 我們不是 不是請他們不要滑板 是因為他們滑板 滑到11 2點 然後1 2點還在滑 製造那個聲音 這邊的住屋沒有辦法睡覺 我是希望說 把滑板廠遷移到室內 不要在這邊 這邊的話會影響到很多居民的睡覺 涉及到這個場地 甚至在這個地方是否恰當的問題 如果說不恰當的話 我們也希望在年限到了以後 把這個地方做一個 這個牽見的一個動作 那事實上大家也知道 這個地方其實是屬於 住宅區跟商業區 所以如果說要把這樣的一個 極速的運動設施放在這一個地方 是否恰當 恐怕也需要再做一個檢討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極限運動廠 真的會有年輕朋友來使用 但是我們要友善化 我們要讓它在地化 那怎麼做 我們要請教我的問題 是 這個極速極限運動廠 其實剛完工沒有幾年 107年才完工 這個也是跟中央爭取到 警費來興建的 那它利用高速公路橋下的 這樣的一個空間來進行 那當初民眾的請託是在於說 因為那裡設計的這一個 極限運動的這一些設施 是比較高難度的 那像這一類的運動 其實是應該讓 初階 中階 高階的民眾 或者是學生 尤其小學生 他們可以開始在這個地方來練習 然後學習這一個滑板運動 那所以我們就去那邊辦了會看 辦會看才發現 其實當地的這個民眾 是非常不習慣說晚上10點多了 其實還有人在那邊玩這一個滑板 所以那些民眾 他們也已經到警察局去申訴過很多 所以就讓我們再去回頭檢視說 這個場地設置在這樣的一個地方 到底恰不恰當 也就是說極速運動 其實是應該在比較空曠的地方 不會去吵到人 而且事實上那個滑板它是會滑動的 所以有時候他們在彈跳或怎麼樣 那個滑板是會滑出去 滑出去你必須要有這一個門、牆等等的 這些安全防護措施才不會因為滑板滑出去去夾到人 這些安全上的考慮都必須要做到 那像那個場地的話 現在還是有民眾在使用 但是對於初學者來講的話就不夠友善 所以初學者他們沒有辦法在那邊去做一個練習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既然這個是跟中央爭取到的一個經費 然後這個單位來做這一個場地 那是不是要滾動式的去檢討說 這個地方設這個設施到底恰不恰當 那還有就是說怎麼樣去改善這一個環境 讓這個設施能夠更為友善 讓更多的人能夠去使用到這個設施 否則現在那個場地其實是一個比較高難度的一個設施 那高階的這一個學習者 他可能可以游刃有餘 但是如果是初階者的話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去使用這一個地方 那這樣子的話也是一個很可惜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不管怎樣 這一個運動的場地能夠容納更多人 更不同階段的這一個學習者 讓他們都能夠來使用 這才是這個運動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價值 這個運動場說到這 大家就會想到我們基隆的勢力田徑場 我們的體育場 目前進度又往後延了 我們要請教我們的美靈異宙 美靈異宙都會跑步 我幾乎是每天跑步 那大概一個禮拜大概至少五次以上 那我們非常多的朋友 那現在因為田徑場整修而且已經一年多了 將近兩年都還是無聲無息的 所以因此你可以在馬路上看到非常多的運動人口 已經散佈在馬路上 那非常的危險 那雖然說市政府有在講說 有很多的這個學校的運動場可以使用 但是有沒有想到在疫情期間的時候 所有的運動場幾乎都關閉 那如果非疫情期間的話 也是要上學也是要上課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使用的時間真的非常短 甚至有些人他為了避免閒閘人進來 他根本就不開放的 所以在這邊我們還是要呼籲基隆市政府 趕快讓田徑場復工 趕快來施作 趕快完工 然後讓大家能夠有一個良善的運動地方 讓大家讓那個基隆市民的健康會更好 對 就是要大家多運動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藝座 帶大家看到基隆市這麼多的問題 相信我們的基隆會越來越好 感謝三位 謝謝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謝謝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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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